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用三四图的制作方式是建模很标准的方法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建 同学可以使用Asset Browser 在Utility面板这一个Asset Browser 指向你放图档的位置 在这边 我们就一块一块来建立 Double Click 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其实我主要是要知道这张图有多大 右键774×688 这是Top4窗 所以你在Top4窗 选择建立平面 然后不要在这键了 直接键盘输入 好 77.4 68.8 这样子打 好 用这样的方式 应该是会反过 应该是68.8 77.4 好 因为长宽 这个你看到在前面的这边要打在后面 好 所以我选错4窗了 这个是Fone的4窗 Top4窗 键盘输入 再按一次Create 出来了 好 那这是Top4窗的这一块 所以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直接拖给它 好 红色的框框选到的状态下拖过去 图上去了 正确 好 然后呢 下一片是正面 Fone的4窗要做的 所以在这里 好 在Fone的4窗 右键看属性 它的大小是 774 300 所以应该是300 774 好 这个4窗 Create 出来了 好 虽然会相差 现在交错 不过待会会校正 一样 选图拖过去 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 下一个是Left4窗 左4窗的这一个 所以你就换到这一个画面 一样右键 属性看一下 好 这是688x300 所以反过来打 300x688 Keyboard输入 好 我加了点8 是让它小快一点 不然会很巨大 就让它小一点 好 一样 选到这张图拖上去 没拖到 按下F3 好 注意一下 因为 这张图也可以同时间 拖到背景 好 那因为我这样拖过来 这里是空的地方 所以它不确定我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把它变成实体模型 F3 看得到 这样拖上来它才知道 这里就是模型 好 OK 那 呃 接的部分接起来了 好 那再来呢要对位 这一堆模型 啊 这一堆 它其实都是一片模型 都是一片 照理说 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 它应该是没东西的 那 这个选项呢 在 Display面板 这里有一个叫 C-True 看穿 呃 不是看穿了 打错 按错 C-True是半透明 Backface cool 背面裁切 好 转转转转转 转转转 转转转 那这样我们在做的时候才会 才不会有说转到后面被板子挡住的问题 好 那 那剩最后一个对位 好 那 切 我把这个按Auto W切全画面 我们每一个都只要一块板子 所以把它的Segment都关掉 Segment都关掉 好 那 还记得工具列上按右键 可以开启Snap 好 你家里的可以一直留着 好 那 打开移动 锁定 好 移动 锁定 切换成锁点 好 切换成锁点 有一个好像尺寸是错的 等一下要修正 这一块 正面这一块好像尺寸是错的 来自我的Top4窗 看一下 呃 这里应该是774 好 那 移动指令 锁定 锁点 有没有看到这个点 就可以抓住 然后 选这一片 到这个点的时候 你现在按下去 会抓到这一块板子 好 既然按下去 会抓到这块板子 Spacebar的用途 这时候就要用到了 好 选到这一块 按Spacebar 会锁住 然后呢 它就不会再选到别的物件 所以我现在锁点 滑鼠就直接拖 往这边拖 它就会刚好锁住 它就会刚好锁住 那 再按一下Spacebar取消锁定 换这一块 按一下Spacebar又锁住 抓着这个点往这里拖 放开 那再按一下Spacebar解除锁定 好 拼好了 这样就可以制作了 好 重点就在于 这个几个指令 这个是锁住 然后有一件事情 不是 锁定点 然后就是你选到物件的时候 因为 你很容易这样一click下去 有没有 换掉了 我这样一click下去的时候 很容易变成另一块 所以 在移动之前 像我现在乱动也没关系 好 锁住 再解除锁定 就可以继续操作 那这样板子又做完了 好 OK 那 跟我给同学的板子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把 我给同学那一个的这一块 是坐在这里 背后 坐在背后 但是那个要等一下会另外的处理 待会再看 好 所以这次如果你要自己做 请参考这一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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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